在千奇百趣高B班玩TB必分 有機會迎出日本壽司禮券 千奇百趣高B班 高B 低B 我是低B班班長三明 我是高B班校花小儀 不要吞下去 沒事,吞下去了 為大家介紹,我們班裡還有一個 粉筆哥哥和粉七姐姐 高B 今天我們的嘉賓全部唱歌 唱家班 都獲獎的 唱得之刃 所以我們今天先說和大家分享 我們讀書的時候 上音樂堂 千奇百趣的事 有,我記得小學的時候 有一位同學上音樂堂的時候 他真的吐了 不是吧 對,真的吐了 我以前也試過一次 上課的時候要吹木桶笛 那次我忘記帶自己的木桶笛 拿學校的木桶笛 我可以借的 可以借的 誰不知一吹的時候 吹來,吹不響 要不要再吹 在下面有一條白竹走出來 那你知道為何 那個白竹會從木桶走出來嗎 為甚麼呢 因為你的嘴巴真是神奇 淘汰 好,我們先請嘉賓出來 好 第一隊的就是 就是江欣燕和羅孝勇 兩代的學生 Good morning,森美Sir Good morning, Ms.小儀 好,不相當乖 先問前輩吧 當時我們學校有Augustra 即是管弦樂團 那我上台後 我就… 指揮 3 完全是模仿的 很厲害 當時開始是一個大岸模仿人 是 Cherden,你呢 我第一次唱歌比賽 我記得是16歲 我就走上樓梯 站在那裡 連燈都沒有打下去 我就一直開始唱歌 完全沒有理會其他人 我唱完就說謝謝 我就拿了 大家以為是撞鬼 妹妹 我看不到人 對… 真的有聲音 好了…兩位同學可以回位坐 謝謝 謝謝 好,接下來你們兩個同學 也很厲害 請他出來 是,林欣彤和黃忠 他們是小學班的 對 你們兩個很配合 對 林欣彤,你想跟音樂團 有千萬百歲的事情 幼稚園的時候 有一個跳芭蕾舞的表演 就是這個音樂盒的主題 很開心 我就被選中做中間轉的那個人 但是我突然整個人轉走了 離開那個隊員 然後轉轉後發現 他們還在那裡做那個 然後慢慢轉回去 然後再做這件事 好… 雖然我到現在都聽不太明白 很好… 到你了 音樂方面 我以前有一個很大的對手 是嗎 那個就是容祖兒 是嗎 你們的最新,為甚麼 在小學的時候 我們是同班的 是嗎 對,然後我們還要一起去 考一個合唱跳 是嗎 想當年我贏過她 很厲害 幫哪一邊都是 拿回來說 今天她真的唱得很厲害 那就打和了… 打和了… 大家不要再有怨氣了 好,快點回來位賽 謝謝 好… 拿巧勇 好,接下來最後一群 是,兩個 他們是謙謙 馮謙 馮謙謙和廉頌謙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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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麼有趣的事 我說我自己有些有趣的事 是 自己很喜歡參加比賽 是 我記得我第一次比賽的時候 那些颱風很奇怪 而那次比賽當然輸了 但是很幸運 就是我之後沒有發現 網上流傳這段片 好,阿J你呢 我那時候就八歲了 我就參加了歌唱比賽 是 那就是要跳舞 又要唱歌 是 所以我完全不記得 我剛才看著那個網花 我自己真是紅了 我說我走了 我走了 他們很有那些 做園童節目的感覺 是的 說我的故事 還有整件事 都是很小朋友的 好… 再見 再見 首先來玩熱身遊戲 好 千奇百趣唱得合 阿Gooley 好了 今天我們玩得很簡單 待會我們會播出 有隻雀劑跌落水的曲 然後小儀就會說 唱不同的歌 然後就把歌詞 塞到有隻雀劑跌落水的曲 是的 好,準備好嗎? 阿J你先 準備了 這個是要唱 谷姐的《講不出聲》 好 第二張 沒有多詞 三日快樂 三日快樂 是,開始 到有今早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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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歡樂年年 好 你聽羅古 成一天星星 送九年 頭皮 頭皮 拜拜 好,到你了 阿J 小朋友來了 好 看著前面 都是歡樂年年 對,歡樂年年 我很喜歡吃薯片 怎麼會想看著吃薯片 因為他不懂中文 我不懂中文 對,不懂中文 你不懂中文 撈亂了 好,到你 聽音樂 月光光 月… 月光光真是好美 又是不懂中文的 好 好,我想再唱一次 好 月光光照地通 好,我喜歡他 好… 好,計算一下 究竟分數是誰最高 好 好 上課之前 看剛才熱身遊戲 哪個最高分 江引賢唱得最多歌 恭喜你 大小姐 太好了 所以他可以得到十個學分 太好了 除此之外 其他朋友就不好意思 因為你唱得一般 所以暫時沒有分 太好了 好 不過在家裡的你 都可以跟我一起玩 很簡單 去TVB分 然後可以投選你覺得 最千奇百取的影片 然後你投選那個 剛好又是最多人投 你就有機會得獎了 是,那我們準備上課了 好,第一課 你想什麼課呢 人民報 好 紅本縣因為有作 阿蘇山活火山 自古以來 已經有火之閣的美羽 火山令這裡的土地肥沃 農業非常蓬勃 至於在這裡住的人 由於很近火山 所以特別燒火 火氣十足 像途中見到這些小姐一樣 這裡是我的主場 你想看其中的事就聽我說 走到旁邊的街口,走吧 阿姐雖然聲音太大 但是沒有騙人 其中的事 竟然發生在一個 平平無奇的電話亭身上 叫通街電話亭 有個咪? 電話亭沒有電話 只有一支咪 在這裡煮電話粥 一點都不脆 說什麼都給你叫通街 有位入銀仔 但是沒有位被人搏 有位姐姐走進去 真的說什麼 原來電話亭是這麼用的 什麼 鯉魚大便賣 過來看, 過來選 你選 我市頭可以摸著你的手 教你選 話口未完 真是有人飄出來 挺好 市條村三十年 每個都是這樣宣傳的 有聽眾慣性支持 在報紙下廣告 都不夠這個叫通街的方法 這麼用的 沒有? 這個電話亭 每個套餐都不用過萬 只要入一百日圓 自己讀巧讀口號 配上樂都可以 包完六十 想吃全村人 聽你發握風也行 想事外求婚也可以 只要你有吉士開咪 就可以了 第一次開咪 難免會緊張滴汗 不過大膽多說一點 就不會再口疾 在這裡說和挑飛做名嘴都可以 事外 千奇百趣 紅本月的愛通街電話亭 告密 好了 如果這裡真的有一級 我掉下去 我死了 好了 看這裡有多趣 請飛出去 飛… 飛… 這個真的爆趣 我也覺得很好 是 如果我們可以用的話 可以用來示外 是,或者追債 像剛才這樣 你可以按著咪咪說 以外這裡有一級,對不對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看一看,現在看看欣欣那組 他們給了八個抽 太棒了 太棒了 所以蘇嵐和林彭彤 給了十個抽 包吹 太棒了 然後兩位 他們也給了一包抽 好,先問Shelden和江欣賢 我們選擇手的時候 是嗎 他們倆只差一百個抽 對… 有牌 咚咚咚 2、1、1、1 我代我身邊的唐太太打你 Shelden,你呢 我呢,我會帶結他進去 對 對,立刻可以做表演 又這樣聽,對吧 對 對 你倆說得這麼好 多加你十個學分 好,到你們了 我想我也會進去唱歌 不行 你這樣跟男人口水尾 雖然是駕雞除雞,駕狗除雞 對 換組了… 對,換組了 對,換組了 還有可能我會半夜三階大喊 是嗎 有空時嗎 說,用回來甚麼 找你旁邊 那好了… 我突然間忘記你的名字 對 轉租室也最好 你還沒明白 我們十幾年沒見 對 你真是很緊張 你要說說幾年 如果有人忘記我的名字 我要進去拍攝外帶 我叫黃草蘭 我就是五尺四吋 不是很英俊的黃草蘭 好 心裡記得了 為了賠償我的決失 我加了十多分給你 好,到你Jay和廖Sir了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我有時有些 我不要的 好像那些垃圾 你叫人家收垃圾 不是,如果我覺得是垃圾 可能別人覺得是寶 我可以進去買 是 她剛剛飛了女朋友 還可以說話 我女朋友現在要負責了 大家可以來拿 這個挺好 老師是怎樣 我如果有些不法分子 換東西三監來用 怎樣 宣傳一些不好的 即是那些不好的東西 即是說在那裡 即是一個人很大聲說 你現在是不是很寂寞 又或者… 你現在的手放在哪裡 起雙女洗手間 那怎麼辦 起雙女洗手間 這個也說得挺好 挺好 好吧,我就… 看看下一課 我們要等甚麼課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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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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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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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先看看江燕和Sheldon 他們給了九個翠 九個翠 多了三個翠 然後祖蘭和林一彤給爆翠 他們很樂觀, 很多爆翠 然後Jay和Leel Sir給了九個翠 好, 先問江燕和Sheldon 為什麼九個翠突破了? 因為… 你先說 調位置… 你看前輩欺負的年輕 對, 以前不相信 以前不相信 真的嗎? 不是, 你這個位置看這邊方便 對… 我很疼新人 對… 你先說吧 因為我之前看過類似的東西 就是放多士有耶穌在上面 對… 所以我不會去到十, 不過我也覺得很可愛 因為多士爐可以看不同的圖案 其中一個就是野出的圖案 好, 那個原因呢? 有些樹在日本可以撩一些汁 出來做樹翼的食物 有很多的, 譬如橡膠 對… 又或者是漆氣 漆氣有時都是用樹的汁 拿來做漆氣的 你也知道 你說這些做甚麼 我想當時… 扣十元 想我和他胡亂說的東西出來 扣十元 那些有獎有罰的 好了, 到林欣彤和… 老林 我記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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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好了, 你們呢? 為甚麼被包吹 我們很多人的樣子都很像他 對… 他本來都是這樣的樣子 而且, 周嘉也是朋友 如果你稍為… 又可以做一個心理測驗 是 如果你看到他, 你會想起甚麼呢? 其實我當初不只是想起這個人的樣子 其實想起一棵樹是穿著一個比基尼 對… 挺…很身材的樣子 對… 好了, 那你男人彤呢? 我覺得兩樣東西都好像特地替人開心 剛才那個樹… 你意思是Posh和Shurton嗎? 是那個Shurton 不是 兩樣東西都經常都… 先人掌 先人掌 他特地替人生到那裡 好了, 總之他們很開心 到最後 小Sir 兩隻眼睛都很慢 是的 現在你… 現在你怨人那隻眼睛這麼慢 你的眼睛很開嗎? 不是 我真的覺得我羨慕他 脫下眼鏡來看看 你夠膽脫下眼鏡出來 跟Posh鬥一下眼睛就閉上來 你以為我不夠膽嗎? 你呀 試一下 我真的有膽 你呀 你呀 Jay, 很有興趣 不斷看著他 是的 你還沒見過我嗎? 我愛上課了 你敢嗎? 你敢嗎? 我覺得是Cube Posh 對不起 很興奮 大家看到人性的醜惡嗎? 記住了 好, 我們接著唱一堂 忘記我們人性的醜惡 好 看看我們接著要學的東西 好, 這堂是自然 好 這次來到福光縣 帶大家探望和我一樣 很棒 一樣感受街坊歡迎的貓瓶狗友 繼續出場的就是他 美黑色色 很髮, 我也很熟 他的八指優溫眉 真是願望的表演 好, 我看猶年 連鐵岸的心都被軟化了 好, 我看了 我本來很討厭貓 結果兒子送給人家養 很厲害 不過我一看到他唐眉 當唐頭曬行 貓仔天生慘情 令牠撿回身材 找到主好人家 原來附近也有一隻狗狗 同樣都是這麼趣自個人的 很認真, 肥皂, 肥皂, 肥皂 前面有一隻狗狗, 現在還有一隻狗狗 老實看真的一點 不知道牠的樣子是想瞎還是想笑 但最厲害就是切幾隻頭尾 如果掉下來, 寸追到牠 其實尾只是有顏色的毛毛 不過眼上有眉 戳離戳眼做甚麼表情都靈性好氣 她還在高低 很可憐 Panel底自死,Panel底很受歡迎 有電視台打算簽她拍戲 她擺款不准而已 你們不給爆趣,不用等於我再出鏡 千奇百趣福哥縣的仇爆PanPan Panel 仇爆狗很厲害,請給一齊 爆… 爆… 你哭了 不用說了 大家都喜歡 我經常見你嫁不出 我都覺得你仇了 你仇爆 仇爆你,真是多厲害 好,我們先聽她的表情 Sheldon和龐欣賢,爆醉 爆醉 我今天看到祖蘭的名字 記者和爆醉 為甚麼?她是我的邪氣嗎 這個很邪氣 好,那麼廖Sir和Jer的爆醉 好… 你們先說吧,Sheldon和龐欣賢 這個小狗狗 牠好像狗狗狗,但牠嘴是笑的 是呀 是很可愛 我覺得家裡有這麼有趣的樣子 你老公不是這個樣子 你老公一見到你時,都是頭髮 是要笑的 好,Sheldon 回家裡見到牠,經常都像沒有問題的表情 沒有問題嗎? 就是有這個表情的感覺 還有,如果我不讓爆 我想有用來罵我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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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被爆醉會被人罵 是嗎? 是嗎? 我從來沒見過努力圖 過過我家的 好,那麼祖蘭呢 你們那種爆醉… 我先說吧,哪有啊 是呀 我不會罵牠,牠不管了 現在不是說牠 還有看到那隻貓 牠拍著牠背影 轉過來那一下就已經… 太可愛了 是嗎? 好,看看Sheldon能否做到這個感覺 你做了一個淫爆泳 對,淫爆泳 淫爆泳 是 好了,祖蘭,有什麼補充嗎? 我覺得是日本才有這些貓 是 因為本來能劇是這樣化妝的 你看到一塊白色的臉 那女人摸一條眉毛 只有兩點在這裡 好,謝謝,今天到你們了 廖Sir 廖Sir,還有J J 你怎麼會生氣嗎? 你怎麼會生氣一個人? 你怎麼會生氣一個人?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我覺得牠很可愛 你… 你不開心的話,也會繼續開心 好了… 而且我覺得牠這次… 好了… 好… 好… 減你10分 好了,為甚麼要叫停牠呢? 因為這次是中期市 有條問題要問你們 問題就是問 狗狗出生的時候,牠有斑點 那些斑點會生在哪裡呢? 如果猜不中也好 如果夠創意的話也會給你們 對,夠創意的話也可以說 時間到,時間到 好,看看牠們的答案是什麼 很明顯,我們覺得牠本身的時候 牠的… 牠的點其實在眉毛上 然後又曬太陽,沒有塗光光 牠的黑色素開始走出來 就變成這樣 還有… 是曬傷了,這隻狗是曬傷的 好了,除了曬傷的狗之外 然後到祖南和欣彤 你畫了甚麼出來?你們倆 為甚麼… 誰畫的才是那隻鼻子和那條舌 狗的風頭都是那隻鼻子 我肯定是這個樣子 這隻狗在哪裡呢? 剛才我看到狗的眉毛上隱藥的毛毛 遮住了天明蓋,有很多斑點 如果有斑點,好像皇上有六點 對,牠已經得到的了 得到的了 好,接著到另一位 畫得最漂亮是牠們 很漂亮 Jay和廖Sir,你們這隻斑點放在哪裡呢? 牠的耳孔對落一點 耳孔對落? 有兩顆隱藏的斑點躲在耳朵上 你在哪裡呢? 我覺得如果我們幕後的工作人員 答案是耳朵下跌那麼普通 要你猜的話 牠們應該要減薪 但如果不是的話,你們要減十分 好,實際答案是… 你們一起看看答案 牠小時候不是這樣的 原來Panda仔最初好像一隻熊貓 眼睛到處都是黑的 後來大大蝦,黑毛毛越來越少 越上越上,只剩下兩條黑尾 牠們都很羨慕牠的眉毛 不用拔,不用瘦,都這麼賺貴 好,Kobi 好了 原來真的在眼裡 那就是三個最接近的 就是Sheldon和江欣彥他們 對 至於其他兩位朋友,不好意思 你們都是錯的 對 不過因為剛才我說過 如果Jay和廖Sir的答案不是這樣的 要我減十分 哎呀 打的答案 好,所以將十分變成四十分 我減十分變成四十分 好,很大忍 快點投票,選出今集最爆章的片段吧 接下來要搶回阿芬 因為待會有特激測驗 看看接著要上甚麼題目 歷史科,麻煩你 日本是一個島國,所以島仔特別多 而且各有特色 就像遇所抱的這個小島 表面沒甚麼特別 其實島上最厲害的是那些老爺 還要是遲路賣路的那種 難道說經的就是他們 說老,怎麼也不及那邊的老爺 我朝語火新聞,每樣都認識的 不知幾下多吹得 阿芬,別妨礙別人拍攝 別臨老就扮朝童,讓我回家 我們還是跟著吹吹吹吹吹吹的指示 看看這邊有甚麼老爺這麼厲害更好 建築物裡面 有個疑似井的物體得起在這裡 究竟裡面藏了甚麼難得一見的老爺 老島化石,竟然是一大塊谷石化石 谷石是住了一種古生物 至於隔壁的CD,當然不是化石 只是擺在這裡做個樣子 讓大家粗略估計,化石有幾句 而這間谷石幕館能夠保護化石之餘 也可以近距離開放給遊客觀賞 但是最多走來坐的不是遊客 是附近的老爺老爺老爺 你們夜來做甚麼 我想每天坐 坐得變化石 老爺,不是吧 有常識也知道 化石至少過萬年才形成得到 由於日本很少地方 像這個島一樣,埋藏了那麼多化石 當局於是建了資料館 保保全在這裡出道的稀有化石 包括這塊全子木恐龍化石 你也想擁有一塊化石嗎 不行 老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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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就有個產品讓你隨地任挖 隨時挖也補 好,喜歡挖到的花石 不用站到變化石 所以別看少這個老爺老 也別嫌疑這裡老爺老 他們絕對可以像老賣老 千奇百趣紅本願的老爺老化石 好,Kofi 好,有幾趣,請比賽 好,先看看Shelden和江欣賢 他們得到的趣是七個趣 接著到祖南和林欣彤 得到的趣是八個趣 我都猜不到,今天最少趣 對 鹽子堅不夠低分 三個趣,Kofi和鳥嘴 好,先看看Shelden和江欣賢 因為我們也要感受一下 是 一個這麼古老的東西 是 那就… 是欣賞和古老的東西 是… 又可以教到小朋友 去尊重地球,也挺好的 是 我們突然問草南和欣彤 我想起我小時候跟爸爸媽媽挖蜆 那些回憶很開心 你會看到很多東西 是… 而且很開心 是,那時候我們小時候也有 我特意去西貢,我不記得 現在變成了西貢碼頭 那時候特意拿著桶去挖蜆 挖了一隻蜆,很開心 草南呢 他欠了兩個趣 是 就是如果帶了一仇包,狗去挖就行了 很差 那兩分,有一個仇包 狗在這裡就沒辦法放進去 串在一起就完成了 對 好,最後做三個趣 為什麼這麼少有趣,鳥Sir和鳥嘴 但是化石是文物,是史前的東西 如果晚一… 真是 你會混亂一點 一起避開混亂 真是 中得了 當然不是 他們挖得出來的 應該是普通的化石 又或者是碎,碎湿湿湿的 好,我給他很小脆 因為我不知道是甚麼化石 是不是 原來他看了石頭 是花石 好像一塊攤子一樣 為什麼要這樣給他 化石就是… 還可以放了很久 對,放了很久一點 放了很久一點嗎 大便的 那些我不玩的 我們也不玩 知道 這些是花絲語,真是麻煩 好,既然這樣 那就考特激測驗吧 好 特激測驗很簡單,大家出來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看 Shelton,你為何突然挖下去 很難看的,很難看的 但是我已經轉了 你怎麼轉了 很自然 放明的 很自然,站在一起 很自然,他們兩個站在一起 好,這個玩法很簡單 待會兒我們會把條紙貼在鼻子 還有在臉上 待會兒要用嘴巴吹脫 誰最快吹脫就為止勝出 就可以拿了十個學分 好 好,不如這樣吧 每一個組自己爭出線,好嗎 好,那你倆先 鳥Sir和Shelton 一、二、三一次 抓住阿張… 攝張拍攝,攝張拍攝 好… 阿翠 攝住了 好,那就是說阿J是出線的 恭喜阿J,好 恭喜阿J 為了我們才努力 好,接著到Shelton和 對,當然了 好,準備 一、二、三 別跳… 只能吹而已 有名字 三個,一二隻 好,那就是盧侯勇勝出 到下一個了,就到你們兩個了 開始 吃… 吃紙 而他在掃紙下的掃紙之後 有另一個藝人在電視機前吃紙 好… 好,就這樣立刻出賽 好 好 你又吹他,他們吹你 不要讓對方吹到 我… 埋一點… 不是,埋一點… 不是,你倆埋一點才行 埋一點 好,一、二、三,吹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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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今晚發給你,你才死 對 好,不如這樣吧 完整個遊戲 你撐住他, 你撐住他, 兩人去吧 三片, 鏡頭先… 這個角度很少見 我看Jay在那邊很想玩 不好意思, 我們不讓你玩 看你們倆這麼賣力 又比我們想法也肯玩 所以你們每人都加10分 謝謝 而Jay, 太好了, Sir, 沒睡覺 得到遠的美馬士 除了有青山綠水 珍珠的事還多到哭 怎麼哭呢 就像他, 整個哭包一樣 這顆空腸流出的眼淚 簡直由於滔滔江水, 鹽綿不絕 也有如河水泛濫, 一發不可收拾 幸好他第三個渠口沒有流水出來 如果不然口水都流到嘴嘴地 就真是醜死鬼了 旁邊屋老婆都要說聲菜 說到流水 美馬士有條小橋流水可以說天下無雙 不單是讓你視覺上的享受 用最深入的4D體驗 真是流到堅 想知道怎麼流到堅呢 碰行碰過橫水道 你就是這麼堅 平時橫水道是隻船 過這條橫水道就要坐車 夠了新奇又刺激又好玩了吧 不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這麼濕滑 很危險 這麼危險 為何還要去這條路呢 我們馬上問問這輛車裡的人 你們平時都是這樣走的 是呀 你的車這樣走的就很危險 過水濕腳 過水濕腳 挺好 我呀, 幾十年就這樣走的 當然了, 走車時才出事 窩那麼厲害, 肯定出入平安 我老公一把年紀還很厲害 沒有車 對, 比大蛇蛤尿 平時見過大蛇蛤尿 難怪他這條水流完全看不上眼 完全碰行碰歌 當點河無刀 有河水即是沒有河水 沒有河水就好像有河水 簡直是開車的最高境界 這隻就叫叔叔最碰了 話口未完 你一個車騰高車就殺到了 這輛貨車是一樣碰行碰過 還要像你的水花 加上一份妻美感 原來以前這裡有幾條木 被人走的 但每逢有河水 木就會被河水沖走 所以在三十年前左右 這裡就建了一條石屎路 被人過, 又被車過 但不知為何這麼大方 被河水湧過來 不過附近其實也建了一條真正的橋 讓大家安心上路 只是有時候人們貪方便便走這條路 好, 又可以享受水中行車的樂趣 還想上千奇百趣 千奇百趣 千奇百趣 得到願碰行碰過橫水道 好, 有幾趣 請比賽 不知不覺已經爆了 有Sheldon和江欣燕 接著是林欣堂和黃祖南 他們給了七個菜 到Jay和鳥Sir給了八個菜 為什麼不知不覺被爆了 Sheldon和江欣燕 他又可以近距離看風景 兩夫妻又可以自拍 很甜蜜 很甜蜜 還可以洗碌 對 真的… 碌碌也不用擦 對, 一個也好 又環保 環於水都是這樣流, 可以洗碌 Sheldon呢? 感覺又不是太危險 但又給了那個 我在走這個很刺激的路 對 可以感覺到Nature 平常去茶樓開一杯什麼茶? Nature 開一杯Nature 給你一杯 加十分給你 好, 到五分了 祖南和欣彤 我覺得欣欣也說得很對 可以洗車子 對 洗車更方便, 轉彎就掉下去 車子都洗完了 整輛車都洗完了 進去 好, 到最後你們了 都給了很多個趣 八個趣 我以前試過 有一次在做夢 夢過類似的情境 那個夢就是我 一輛車駛過去 然後整輛車便會出去 旅遊 通常起床便發現自己是奶尿 是嗎 不是, 這個沒有很大的 很大的 很大的也沒有奶尿 好, 那阿J呢? 我覺得有點危險 因為我覺得去日本 可能會下雪 如果它的水冰了, 那怎麼辦呢? 冰了,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 對, 不用加兩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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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我們最後一題 好 可以考大考, 看看今天 誰可以接受我們這個 硬食大分叉 好 最後一堂是 建築球 好, 鹿兒島園的日志市 有一個很特別的火車站 來, 就是這個伊集園車站 它是鹿兒島市的其中一個站 每天接待5000個乘客 不過, 一個火車站有人搭火車 就像一個巴士站有人搭巴士一樣 很正常而已 不多有趣 報理人士說 如果你知道有多麼神經百歲 就一定要給點耐性 站在那裡等… 好, 我就站著動靜在這裡 看看有什麼這麼奇怪 什麼? 月台啪啪車 好, 請問這寶物 竟然有私家車埋站 那麼維持 現在日本的火車盡快 有私家車款的列車嗎 還是私家車都可以走火車軌 穿過月台看真點 原來被他騙光 只是一格格私家車 拍在月台的下面而已 不過拍車拍月台 收費會不會嚇到呆呢 肯定一定嚇到呆 因為不管你拍多少天 收費都是說一是零的 抵過破底價 視帝長哥都要寫個福祉 通常要搭火車去別個縣的人 就會拍車在這裡 遲了也沒有怕 站長沒有騙你的 這裡真的不收費 只要指下鼻歌 每個人都可以洗車進去拍 不過就只有七個位 很快就被人拍光 通常早上七點就全站滿座了 所以要拍就一定要趁早 否則蘇州過後 就沒有位拍了 千奇百趣 鹿兒島縣的月台拍拍車 Kobi 好 有幾趣請比賽 好… 好… 好, Sheridan 公演給了八個吹 林一堂和黃主蘭 也給了八個吹 好, 試試Jay和鳥Sir 九個吹 是 挺平均的 大吵之前有什麼話想說呢? Sheridan 什麼?對不起, 大… 大吵之前… 大吵, 我以為是大吵 不是 錯 好, 太大吵, 太大吵, 太大吵 對… 是, 因為我以前也會乘火車 不過因為澳洲很大 我駕駛車有時會遲到或太遠 所以我會去火車站, 然後停車 又不用收費 又可以得意地停車 令到別人… 我們在這裡… 為何會有火車站在火車上 就是這樣 我連累了… 快… 好了, 今天做祖男和林一堂 你看林一堂和他托著下巴的樣子 哎呀, 賞成很可憐 很可憐 怎麼了? 剛才我覺得他拍攝的角度 是挺搞笑的 一開場那一刻… 不會那麼近距離, 看到有車羅在月頭 對 對, 火車櫃旁邊一定是人走的 你和阿翔都不是聊天的 他們都是用手 對… 說話聽, 不知道說甚麼 對… 給我一個動力茶 對… 走… 很難呢? 我想起成龍大哥那些戲 就是我駕駛車 旁邊又追著, 跳上火車 對… 這裡會很方便 做得到 那個車是很近距離火車 對… 我覺得很好 好, 好, 到阿朱和… 廖長 我覺得挺有趣的 你好像… 你最初就看到那些火車的 是不是你以為… 哎呀, 那些人快要死了 真的不是的 真的沒有火車在那裡 真的… 在一個停車場 問你拍車 你也看到那些人快要死了 你也有人 你… 你這些讀班書的 真是… 沒有些忌諱的 你看那些人快要死了 一個是甚麼大校 你們兩個真的… 不讓你說那麼多, 不要說 琛, 看看大校 聽著問題問甚麼 問題就是問 為何這個火車的月台 會來拍車的 沒錯, 為何可以用來拍車 對, 把答案寫在白板上 真的不用錢 本來看起來應該就是 普通這個… 都是月台下面的車軌 對 會不會以前應該有兩條車軌 有一條沒有了 好, 時間夠了 時間到了 好, 先看看Shelden和江欣燕 很厲害, 很有迷說吃 我先吃 好, 其實我們想說… 會比較容易送貨 停…Shelden 江欣燕, 可否找一個 懂得說話的人說呢 讓我說完 好了… 讓他練習一下 好, 我要練習一下 我忍你 好… 這個就是送貨的貨車 因為可以比較容易 一下子撈過 我忍不住了… 江欣燕, 可否你說呢 他說這個貨車 就可以很快地 直接把貨送進貨車 所以不用收錢 那個頭七位 但如果有貨, 方便其他人 七個貨車不夠 你這組… 你這組青銘組 第一次七個 即貨車馬上就可以… 快樂 送貨進貨車 把貨送在旁邊的貨車 那就可以走了, 熱狗 很快 很方健 這個真的不錯 好, 到林欣彤和祖南 給一些職員去泊車 給客人 給客人 因為他們比較方便 那我需要在月台旁邊 即是下班快點, 是嗎 對… 對 所以你放在那裡的原因 是因為職員泊車, 是嗎 對, 像TVB一樣 我們也有一個職員團體場 對… 好, 到最後, 廖Sir和Jay 好, 你們如何 很久以前, 三、四十年代的舊車站 對… 這個很像… 對 這個很像, 有點老 有點舊的 但現在應該完全不用了 對, 就變成停車場 這個很好, 給他一點掌聲 真的很動聽 因為你看到火車站好像變了 真的 對, 舊變身 對 這個真的聰明很多 但一顆聲音也沒有說過 對, 因為是我想出來 原來他用腦袋 真是聰明人不出口, 為人出手 好, 不如這樣吧 刺激一點 如果廖Sir和Jay這個對的 加你三十分 最好聰明 你就跟他們追平了, 好嗎 好, 看看答案是甚麼 好 究竟為何被人在月頭下拍車 難道他起錯了停車場做月台 傻瓜, 何一樣, 廢物利用 原來在25年前 這邊本來有一條枕旗線 不過後來路線停駛 就多了一塊地 用得不浪費 還沒帶他來做停車場 方便乘客 雖然才開得七輛車 但也叫廢物利用 Kobi 好像對 他第一次對 好, 不過首先說一說 他這個說過舊月台 就中不完 因為人家那個不是舊月台 而是老鬼, 你們沒有說 所以就加二十分 雖然大考考得很好 因為你們平常的成績 一定太差了 所以到最後 要吃硬、吃大粉刷的 都是廖Sir和阿Jay 阿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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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好意思 因為你回答得比較差 所以你就要受懲罰 不過不用擔心 待會如果你回答中了 粉刷就會停止 真的嗎? 對, 真的會停止 所以你可能沒時間 你說真的嗎? 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你現在很害怕嗎? 不用怕, 一回答中就行了 對, 很簡單, 一加一都是幾 一加一? 二也不是… 對, 十二… 對, 他立即會停止 這是例子嗎? 這是例子 上來好了嗎? 來了, 我聽著了 這條問題是 狼走進羊欄裡 但他沒有吃到羊 為什麼? 開始 因為… 因為他是羊, 為什麼要吃羊? 不是, 狼走進羊欄裡 沒有吃到羊, 為什麼? 因為他不喜歡吃羊 他不喜歡吃這個東西 他不喜歡吃羊 不是, 他喜歡吃羊 他喜歡吃羊 他在前面 他為什麼不懂? 在前面 對 因為他… 因為他已經過世了 過世了 沒有 沒有… 沒有眼用人, 我嘗試… 很上隱旗 我不知道 不是, 立即一個 不要回答… 不要回答 我…我開鼓, 好嗎? 我開鼓告訴你, 聽著 我開鼓 為什麼狼進了羊欄, 牠不吃羊 因為羊欄裡沒有羊 不是, 別再說了 好, 而至於今天… 我們高B班的高B同學是誰 是, 就是… 郭英賢和張智 是… 再見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到同學 郭英賢和張智 真的嗎? 是呀… 就是這樣, 師姐 好, 天奇百歲, 高B班 高B班 好, 今集完畢了 下次再見, 再見 我看不到 是呀, 你別看, 天奇百歲 不要看 我… 我們… 有事了, 別求求我 神經病… 你還說這種話 我又怕 像浮沉一樣 又來了 喜撒浩請收看 媽媽真的愛你 好… 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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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人 真人, 真人, 真人 夢寐以求速速上樓 如果香港有這樣就好了 可以分開四分之一賣 劏房就是這樣 第五類符號, 一級死罪 我自己也有第五類符號 脫衣服給你看, 還有一件背心印 對呀, 還有一集TVB 千奇百歲高B班 下星期六晚八點半 這麼過癮, 當然要找TVB分 今集最多人選選的爆出片段就是他 選擇的朋友 留意TVB.com 互動專區 有機會贏出日本壽司禮券 總值港幣一千元